我们看这一体 这一体它说现在有一个斜面 跟这个水平面夹30度 在此平面上画一个沟槽 并与这个OX 这是OX OX的话夹53度 然后有一短且圆滑的圆柱 由沟槽底 以V0等于12.52公尺每秒 沿槽向上滑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小柱子 小柱子的话沿着沟槽这样往上滑 问到最高点 这一点它的位置为何 第一小题就问这个位置 我问这个SY0等于多少 这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小指点 小柱子小指点 这个沟槽它的速度等于多少 这个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个的话 这个投影在斜面上 重力场投影在斜面上的 斜面的那个加速度等于多少 重力加速度 这个我们再给它画一下 这个我们再给它画一下 这是重力场的方向 它是30度 这个斜面方向 这个我们叫GPLUM 这个我们叫GPLUM 是这样子的 X 这是Y 那现在的话 这个斜面的话 这个斜面的话 这个柱子的话 它是这样斜的 没有 这个是沟槽 沟槽是这样写的 这个的话 这个是53度 那这个呢 在这个斜面上的重力加速度 现在等于GPLUM 这是GPLUM GPLUM GPLUM的话 就是说 我把重力加速度 投影在这个斜面上 投影在这个斜面上 这是GPLUM 那GPLUM的话 那现在的话 我这个 一个小指点 或者是说 上面讲的 很小的小柱子 这样你把它给一推 一推的话 它的加速度多少呢? 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投影在什么呢? 投影在这个沟槽上 这就是A A等于ZPLUM SINE 我说COSINE 这个角度 就等于SINE SINE 是3度 所以这个是GPLUM 这是2分之1G 再乘以5分之4 3度是5分之4 所以这个是5分之2G 这是5分之2G 这是5分之2G 这是加速度 加速度 是往下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来看看 它能够爬到最高点多少 我们就在这里 找它的方程式 找它的方程式 因为它交互度是往这边 交互度是5分之2G 那这样的话呢 它爬到最高点的话 我用等加速度运动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它速度等于0 0等于V0 V0 加上AT A的话 现在是往下 所以等于 减掉AT AT 好 那现在的话呢 A 或者我用了另外一个公式 好了 我就把S 把它找出来好了 S S 要等多少 0的平方 最高点的话 速度等0 减掉V0 平方 等于2S 2A A的话 再往下 我负A 到S 到S 那S我就晓得了 等于2A分之V0 平方 那算出来以后的话 它的X座标 就等于多少 X座标 就等于这个S 啊 cos 多少呢 cos 53度 Y的话 就等于多少呢 S S 是 53度 这样子 那X等于多少呢 S就等于 2A A的话 A的话 是5分之2G嘛 2乘以 5分之2G嘛 分之这个V0 平方 所以是 4G分之多少呢 5V0 平方 这是X 就是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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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X X X 2B X X X 那我就把它蓋進來,就3乘以多少? 12.52 平方 4乘以多少呢? 9.8 平方 那這樣子的以多少?我把它算一下好了 糟糕啊 那這樣的話,這X 不然的話,我直接講答案好了 這個第一小題的話,答案是B 也就是說這個是12,約等於12 這約等於12,我不可能整除 那Y的話,等於多少呢? Y就是等於那個 等於這個多少?等於是 5分之4G嘛 V10平方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5分之4嘛 5分之4的消掉 所以是9.8 2分之12 0.52 的平方 這個大概是16 大概是16 Y的話等於16 所以這個SY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12跟16 第二小題 好,那第二小題 他問說 所需時間 所需時間 所需時間的話呢? 我們就想得說 這個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數字等於0 0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V0加AT V0加AT 就減掉AT 因為A往下 那T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移過去嘛 V0嘛 V0除以A 那V0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V0是等於 A的話 是5分之2G嘛 那分之呢? V0 所以是2G分之5V0 所以是2乘以9.8 A5 A5呢? 乘以多少呢? 12.52 然後呢 這個把它算一算 我算出來的話 那是C 約等於3.2 3.2秒 不是真正3.2秒 好像是3.1多的樣子 是3.2秒 約類等於3.2秒 所以第二小題 應該要選C 所以第二小題應該要選C 不同的 我可以選擇 成績 21 上次 有些人 在一旦